如果我们坚持要用清零作为增加目标, 这些做法一定以后都会一再出现, 因为病毒变肿, 我们无法完全被人进来,被人出去, 病毒总会打得进来, 加上我们现在名义上有四百多万人打准疫疗, 但事实上有成一百八十万人打了科兴, 而科兴产生抗体效用和针对Omicron的作用很小, 这点已有科学上证明, 所以香港远远不能建立一种社区免疫能力,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闭关, 病毒变种疫苗有效性又有限, 起码一百八十万人打了有限作用的疫苗, 变成难免会有爆發, 所以若继续清零就无法, 以后都会周而复始有这些风区行动, 我想政府都知道, 所以都预了, 所以过了一个星期见到政府有些个案, 它立刻用一些围风策略, 围风法自然找到人, 有些可能本身带了病毒, 亦可能在围风过程迫着病毒感染到, 但你留意到其实感染到的人, 危重症很少,一个便可以, 已经好回了, 所以整个过程和整个行动, 第一相当之浪费资源和人力, 第二就算找到个案, 有部份个案都是无病症, 而且亦无重症, 所以证明病毒的实生率有限, 但如果每次都这样做, 值不值得大家都要想, 现在葵宗邨唯了几日找到百几个个案, 但实际上整个安排可以讲远升再度, 当然可以这样说,无经验, 做一做下就越做越好,希望是这样, 但问题都是那句, 如果产生抗疫作用那么有限, 这样做法的意思在哪呢, 除了说给北京看到我们很尽力之外, 抗疫实际作用事实上不是很大, 但造成个选择中这些大, 无端端被你找了七日, 很多大部分人都无什麽事, 就算有带了病毒那些positive那些, 都不是很大件事, 但找了七日,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, 有个别人士, 甚至因为这样无了份工, 我觉得都是相当大代价, 至少值不值得我相信整个社会要讨论, 如果大家社会觉得清零都很重要, 我们需要一个完全无捆的环境, 那无办法,社会继续坚持做, 但我觉得我们要考虑的就是, 这个清零这个目标是否还有可能达到, 如果无的话这样做是无限期用这方式来消耗我们有限资源呢, 还有造成这麽大家的滋扰呢, 我觉得这个社会人士都要谈的, 过程中特首本身的言论都无法评论, 他这大半年都是这样, 都是口没遮难信口痴黄, 用这方式来显示他的权威, 所以你市民不戴口罩在街被人揍到的话, 就罚你五千元, 他不戴口罩就好地地, 给袁国勇吉他两句之后他索性说, 我不戴口罩是有必要的, 我温心笑落泪, 总之他不会有错, 但出来之后他那麽厉害, 出来之后大家的反应是怎样呢, 我觉得只是进一步显示这个人, 死不悔改, 死不认错, 还有那种极致的狂妄, 你作为一个政治领袖, 自己不能以身作则, 就是用这方法来逼迫市民, 他就好地地, 你不去了解市民的反应和情绪, 你说要别人知道你的反应情绪, 这是什麽事, 你怎麽了, 讲述些, 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领袖, 是你要了解公众的情绪和反应, 不要以为你的情绪反应那麽厉害, 我觉得, 所以我想林郑月娥的表现, 和他的言论令人更对他反感, 我觉得是这样, 至于跟着下来会有甚麽做呢, 除了现在看来似乎这些, 一波又一波的封区这些行动, 可能会陆续有来之外, 他亦讲了现在借到小又加强谷针, 老人院都要谷针, 不道理家人决定, 剥夺家人决定权, 这本身很有争议性, 如果真的长者不想打枕, 如果长者打枕有何反应, 跟着又说小孩要打三分之一剂量復必泰, 老实说復必泰当局有关公司都说了不好, 你自己决定这些事, 至于要求安心出行要改人式这些做法, 我觉得只是政府借着这件事进一步加强他, 要落实他自己的意志, 以至向北京表达他完全紧跟中央的政策, 但实际上对于解决疫症, 甚至用现在的策略目标清零, 这做法是否有意义, 完全无论讨论空间, 我觉得这相当之有问题, 可以这样说, 整体来说我觉得现在就这件事的处理, 以至一些后续建议, 每一件都可以讨论争议, 但现在香港似乎讨论争议的余地都无, 但特区政府因为这样, 又除了显示他那种霸道和不理民情之外, 实际上又得到甚麽好处呢, 我觉得这都是政府应该自行评估一下, 我想林郑月娥现在去到阶段, 她自己本身我相信有很多心理上的情意结, 现在稍微有些事对她有些很迂回的批评, 或她说对她的做法提出一些跟她不一致的建议, 她就会用那些很强力的揭手法的方式来回应你, 即是不肯听意见, 而且表示她的人心都很虚胁, 即是她不能受挑战, 一受挑战她便会起降, 这很明显去到一个再一个政治领袖, 去到一个阶段她已无了自信, 只不过以装强来表现自己还是in control, 或者俗语讲些夜行人出口哨现在是, 她就exactly就是这样, 所以袁郭勇对批评事实上也对, 你作为政治领袖以身作则, 你罚人钱这行为, 她不但不去调整, 其实她有很多方法可以讲得好些, 她可以说她因为要讲一番说话, 她遮住她不舒服, 距离那麽远我们做出措施, 这方法她可以戴个透明的口罩, 但她选择了一种相当令人反感的反应, 你要了解我表情及我的感受, 我觉得很多香港人听起来真的很弃顶, 过去两年香港民情及感受你听到多少, 所以她完全失去了对现实触觉, 对现实无了感知能力, 一个这样的人做特首做领袖很危险, 她完全脱离现实, 失去了对现实情绪感知能力, 以她自己的情绪主导与驾驭一齐, 所以我觉得进一步确认一点, 她其实真的不太适合再做特首, 但问题是她好像想用这方法表现她想做特首, 这事最可怕地方在这, 当时的钱对那么多了啊, 当然在这些地方都很费不可惜,